其实现在很多业余爱好者都有这样的苦恼 就说在他的小地方可能请不到专业的教练 也没有高水平的运动员进行陪练 所以只能和水平差不多的球友一起训练 我平常也接触过很多业余爱好者 我发现有一个共性 他们平时去球馆一上来就是打比赛 单打双打混合双打是吧 你打完了我打一局局的开一局局的比 他们打的时间呢其实也不短 每次去球馆至少也是一两个小时 但这一两个小时呢就全部都是在比赛 没有说我几个球友过来了 我今天约着我们来花半个小时40分钟的时间 来一起练习一下这手攻球 或者说一个喂球一个打练一下多球 他们从来没有这种意识 就觉得好像我去球馆打球 我要是不打比赛的话 我这个会员费是吧 我这个台子费我就是白交了 所以打了两年三年十年还是那个水平 没有说很大程度的提高 错误的动作依然还是错误的 只是说我打比赛的时候我的手感更好了 我用错误的动作我一样可以打上台 所以这位球友的担心呢绝对不是个例 而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 大家觉得自己是业余的就没有必要去把动作打得那么规范 打打玩玩就行了 但实际上业余界也是有很多高手的 他们甚至和专业队退下来的运动员打比赛的时候都不会说占下风 甚至有一些从小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 全靠自己摸索 自己去模仿学习 自己研究 最后打的动作啊 技术水平和专业运动员相差无几 其实有很多外国的运动员 他们学球差不多也是这样的状态 他从小就是这种玩玩打打 也没有说有专业的教练 也没有这种系统的训练 但最后也能够走向世界的舞台 所以师傅说这些呢 也是希望大家要有信心 只要按照科学有效的训练方法 业余爱好者一样可以打得像专业的那么好 再来说一下你刚才提的问题 你说是否可以快速的将乒乓球所有的技术全部掌握了以后 然后就拼命的去打比赛 以赛带列 首先你这句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你不可能说所有的技术 我用十天半个月可以全部学会 那是不可能的 就算是天才运动员也不可能 邓亚平学一个正手攻球就学了三连 这才奠定了他正手技术无比强悍的基础 这也是大家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 很多人认为我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学会一项技术 学会以后我马上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 比如说我正手攻球我十天以后我就可以打上台了 可以和别人对打个实际版了 他就觉得我现在就可以去学拉弧圈球了 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乒乓球所有的技术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 比如你正手攻球有台走方腕的这种习惯 那么你在学拉弧圈球的时候必定也有这样的问题 乒乓网举办了四次全民学乒乓公开课 我们从一百多位学员当中会发现一个共性 很多学员传过来的视频我们发现 他只要是基本功存在问题的 那么他后面的弧圈球技术戳球技术发球等等 都会存在同样的问题 并且这不是个别现象 这一百多位学员的错误动作都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打好基础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看起来正手攻球反手推挡 好像是很简单的技术 其实它是最最重要的 这个就好比我们盖房子一样的 如果你房子的地基打的不稳打的不牢 你的房子盖的再高 它一样也会倒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急于求成 我想一口吃个胖子 把所有东西都学会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球友之间呢 其实每天不用说花很多时间 你每天去球馆两个人约好 抽个20分钟30分钟 把基本功练一下 对着我们乒乓网的教学视频 我们全民学乒乓的教学视频当中呢 也给出了很多的训练方法 大家可以跟着一步一步的来安排自己的训练计划 每天练球的时候呢 用手机稍微录一下 不用录很久 录个5到10分钟 然后呢录完了 再看一下自己动作哪里有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哪里不对 你可以和我们的教学视频 对照一下 甚至发到我们乒乓网的提问区 我们有视频指导的提问区 然后呢让教练员帮你看一下 分析一下 这样你每天的训练才有价值 如果你是闭着眼睛打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动作错在哪 因为你打球的时候 我觉得我动作都打得很好 动作也很规范 但其实别人看起来你的动作就是打得乱七八糟的 但你自己感觉不到 所以没事呢可以多录一下视频 自己看一下自己问题在哪里 我们看到很多专业运动员 包括国手 他们每次训练打比赛 都会带一个摄像机 去现场去录 打完比赛以后呢和教练员一起来看一下录像 分析一下 这场比赛我还存在哪些问题 分析对手的优势劣势 从而进行赛后总结 为今后的比赛制定更好的战术 那么我再讲一下和业余爱好者之间 在练球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 我建议如果说双方的水平都相当 并且不是很高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说一方做赔练 把球卫到固定的落点上面 没有办法控制很好的情况下 我建议大家还是以多球为主 因为多球的派球 相对于你直接拿单球去赔的难度要低很多 相互派多球呢 比你去打发球机的效果 也要好很多 因为发球机过来的弧线 是比较硬比较死的 发球机拿来固定落点 来体会一下技术动作 我觉得还是可以 但是不能作为长期的训练工具 因为你和发球机练的时间长了以后呢 你可能自己就变成一个机器人了 业余爱好者之间派球的时候呢 要注意派球一方 要把球的弧线和落点尽量的控制稳定 你不要派过来的球一下高一下低 一下快一下慢 那可能对方就找不到节奏 动作也会打变形 所以在派球的时候呢 如果是用来练新的技术 用来稳定技术动作的话 尽量把球派到对方的手上 而且呢还要去找对方挥拍的这种节奏 派球不是说你闭着眼睛啪啪啪把球 喂过去就完了 派球一方要学会去找对方的节奏 他挥拍快了慢了 你要根据他的挥拍频率和节奏来喂球 这个对于派球一方而言呢 他其实也可以很好的锻炼自己对球节奏的掌控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好像我今天陪谁练球了啊 我派了半个小时的多球好像是我今天亏了 其实在派球的过程当中呢 你也练到了对球节奏的掌控 对球弧线高低的控制 也加强了你对乒乓球的认识 你能把球派好 那说明你打的也不会差到哪去 再一个呢 这种派多球的训练方法呢 不管是两个人三个人还是四个人 都可以一起训练 比如说三个人约好了 今天一起训练 A派球的时候B打 C去捡球 好 C捡完球以后呢 B再来派球 C去打 然后A去捡球 这样三个人可以循环着练 既节省了捡球的时间 也不会说造成长时间的训练 导致这个肌肉拉伤 最后再来说一下以赛带练的问题 以赛带练呢 确实也是一种训练方法 但是前提条件是你的基本功 你的技术框架要比较准确 你不可能说我刚打球 半个月一个月 我就天天去打比赛了 那你就谈不到以赛带练了 那就是纯粹的野路子打着好玩 想要以赛带练 起码你的基本功 你的技术动作要比较规范 没有明显的技术问题 这个时候你以赛带练 就可以练很多技术了 拉也好 搓也好 结合技术也好 比赛当中都可以练到 但如果你的动作都没有稳定 没有定型 并且有很多错误的情况下 想以赛带练 那只会把你的动作越打越错 越打越变形 因为你在打比赛的时候 你不可能考虑我动作的规范性 你想的更多的是 如何赢球 如何把球打上台 那么就会有很多非常规的动作 非合理性的发力出现 打到最后呢 整个人就像在上面跳舞一样的 胡乱挥动 所以我建议这样的球友呢 可以找一位跟你相处得很好的 玩得很好的这种球友 你们两个一起练 对吧 把这种训练计划呀 训练目标定好 两个人呢 约好固定的时间 坚持的练下去 如果说你们没有把握呢 可以把每天训练的视频 发到乒乓网的提问区 让我们的将领员看一下 让其他的球友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 自己呢 再进行改进